感谢神可以再次回到这里 不过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 是李寧牧师时代的时候 我来过你们的教会 这次再次回到这里 很感谢神见到你们 人数多了 我们要为你们献上感恩 其实说第六届和第十四届 不一定有份量 老了 人到那一刻就慢慢年纪大 自己都要承认 近年来 营养学的发达 令我们很多人对食物都特别注意 减肥和注意健康 都是我们今天生活中的常有话题 前几年在台湾有一个 唱销书的排行榜 第一名唱销书是如何吃得更健康 所以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很想能够 吃东西比较注意 然后身体也比较注意 但是很奇怪 虽然人敢注意食和健康 但是有很多的垃圾食物仍然大行其道 大家知道什么叫垃圾食物吗? 如果我说给大家听 我想你把垃圾食物一个一个拿走 只剩下可以吃的都不太多了 最近在网上有一篇文章 讲到八大垃圾食物 垃圾食物是什么呢? 就是没有营养的食物 提供卡路里和燃料 但是缺乏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等营养的元素 第一是油炸的 第二是烟制 第三是汽水和人造果汁 第四是罐头 第五是加工的肉类 像香肠、火腿等 第六是蛋糕和饼干 第七是即食的食物 第八是不太相信这个是垃圾食物 雪糕 如果这八样东西都从我们的食物中间拿走 只剩下的不太多 而且很奇怪的是 垃圾食物很多都很好吃 吃了就会上瘾的 不舍得放的 所以虽然我们头脑里面知道 我们是要健康 我们是要吃些健康食品 但是有很多时候 这些垃圾食物是成为我们很大的人有 对不对 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 这句话 很明显耶稣基督就把人的生命需要的两种食物 第一种就是肉身的食物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这个就是肉身的食物 第二种的食物就是精神的食粮 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 其实精神的食粮 都有健康和不健康的分别 精神的食粮其实都有垃圾食物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来看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在这个世代现在吸收一些资讯 很多都是垃圾 如果你上网 有时在那里浏览 有时你看那些 无聊的网站 很骯髒的网站 还有很多随便乱说话的聊天室 大家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 有好几次当这些大灾难之后 我有机会去上网看 我发现 有很多人的言论真的很出位 而且 也很无聊 这个时代又流行一些叫做无厘头 你不用有什么意义 有什么内涵 总之说话就可以了 然后就说得大声一点 说得出位一点 就会引人注意 比如那些报纸、雜誌、八卦新闻 有很多人喜欢看的 为什么我知道很多人喜欢看呢 因为这些八卦雜誌和新闻 仍然可以继续来销售 就证明有什么 有市场 我又很奇怪 某某明星有什么事发生了什么小事 大家也很注意 他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我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谈论呢 弟兄姊妹有很多东西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些熟灵的杂粮 甚至是垃圾的食物 而这些垃圾食物让我们没有了一种熟灵的胃口 当你很喜欢这些东西的时候 你对正经的食物就没有什么胃口 所以对神的话语 对明修、茶经就没有什么胃口 所以曾经有一位学者说 今天在教会里面经历一个熟灵的大饥荒 而这个大饥荒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人将自然的人工的一些物品 都代替了神的话语 而这个饥荒不是单单一天 而是日伏一日 连伏一年地继续下去 所以无乖乎 我们教会没有力量 不可以在社会里面产生一种道德的力量 我们亦产生不了什么作用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希望在这里和大家说 熟灵成长的两个秘诀 都是与神话语有关 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 就是在你们的秩序单的后面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 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一到第十四节 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写希伯来书的时候 他写到一半了 其实写到第五章 忽然间他就坐在那里停下 然后就想想 他想什么呢 他想想他的读者到底能够领受他的话语有多少 当他停下然后思想的时候 他就 他就拎头 他就觉得不是很满意 也不是令他很怅怀 就是他在思想的时候 他发现 很可能他们的一帮读者 不能够接受到他的教导 所以第五章第十一节 那里开始 他说轮到墨基洗德 我们有好说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尽去 和你们学习的功夫 故本该作师傅 谁知患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 令教导你们 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所以他坐在想的时候 他就 摇头 他就 发现这帮读者 很可能听不入 他所说的 而听不入他所说的 不是因为他说的 是很心力 难明 当然希伯来书的内容 其实是比较难的 但是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主要是四个字在这里说的 就是他们听不尽去 但是这帮人信主信了很久了 这里说按你们学习的功夫 学习的功夫 吕震宗的翻译 他说按时间论你们本该作师傅 就是说他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他们信主也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呢 他们在教会里面没有进步 而按时间论他们应该做老师的 但是谁知道还需要人家用圣言小学的开端来教导他们 让他们成为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 即是什么呢 即是好像回了教会十年 二十年 仍然来到参加那些务道班 真道班 然后基本的道理都搞不清楚 然后上完又上上完又上上完又上 就一直是吃奶不能吃干粮 这里说他们是婴孩 做婴孩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有没有什么不妥呢 没什么不妥呢 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做过婴孩 没有谁都没有做过婴孩 除了阿当夏娃 阿当夏娃他一出来 他就要收你看守 所以阿当夏娃其实都很惨 他们没有快乐的童年 一出来就要做事 一出来就要承受托福 所以你和我 我们都经历过做婴孩的阶段 做婴孩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十年都做婴孩呢 有没有问题呢 有了 二十年呢 按他们在世上的年日 本来应该是要长大成人的了 谁知道仍然来到喂奶给他 就是这样的情况 读幼稚园有什么不好呢 有没有什么不好呢 有没有什么不好呢 没有什么不好 十年都读幼稚园好不好呢 如果有一天你的儿子或者女儿来跟你说 你说爸爸妈妈 我觉得读幼稚园很舒服 不需要那么大的挑战 那么大的压力 你就让我一直读幼稚园吧 好吗 好吗 除了付钱不算 我想你每一个正常父母都会摇头 不行 不行 但是很奇怪 在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有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的弟兄姊妹 不长进 我们又不觉得有什么不正常 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呢 今天我不知道 我不熟悉你们教会 所以我说话没什么针对性 我又不知道哪一个在教会里 十年现在都没有长进 我不知道 所以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 当然也是圣灵要提醒你的 希伯罗斯的作者看到 他的读者群里面有很多属灵的婴孩 这些不是叫婴孩 这些应该叫什么呢 属灵的诸鱼 他的面就好像一个大人面 但是他就过子小小 矮矮小小就好像一个弟弟过一样 六年前我做了阿公 所以我是成功人士 就是做了阿公的人 我有两种身份 去年我过了六十 去年就登陆 我是成功登陆人士 做了阿公 又过了六十 所以刚才我说我是第六属 没有什么其他 就是说老了 又不得不承认 不过做了阿公 那种心态很不一样 我的孙子一个月的时候 我就很想去看他 所以虽然远 我都过去看一看他 满月的时候 你知道了 孙子是要来种的 我们中间有没有阿公 阿婆 阿婆 孙子是要来种的 儿子是要来做什么 是要去教的 是要去教的 太太是要来做什么 爱的 老公呢 不是吧 有没有过分了 老公 我知道了 现在这些女权运动 有时候也不需要怎么靠 不过我都觉得 按照圣经说 老公是要来靠的 要来求的 无论如何 好了 说回回头了 我的孙子 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 就不需要怎么理他 你知道一个月的 孙子 他就懂什么呢 懂吃 吃 睡 睡 吃 哭 吃 哭 哭 哭 他又不懂爬 不懂跳 又不懂走 不懂走 所以 在那个宝宝床里 你又不怕他会突然跳出来 不怕 所以除非他哭 如果不是 我们的大人就可以在这儿聊天 到十个月的时候 我这个孙子 就开始走路 我不在他身边 我们在美国住得很远 我女儿就拍了她学走路的一个视频 她两个手伸起 然后向妈妈那儿走 平衡自己 去到妈妈那儿 他就 到的时候 他就 哈哈哈哈 就大声的 发出胜利的呼声 你看到他懂得走 你又看到他 大了 是不是 慢慢大 到他两岁多 大概三岁的时候 他家里有一个 有只狗 这只狗叫 Chuwi 你知道 孙子未出生的时候 这只狗是家中的什么? 寵物 他是很得寵的 但是当我孙子出生之后 他就怎样? 失宠 你知道这些狗 都懂得眼红 他都懂得妒忌 都懂得深酸 所以他对我的孙子 没有什么好感 经常失惊无神 就向他吠几下 当我孙子小时 就没有反应 没有回应 但是到他两三岁的时候 他就懂得 跟他作对 有时 拔下他的尾 拿走他那盆 那盆东西 不让他吃 两个欢喜冤家 就一直 这样撅前 最近 他说 那只狗死了 那个孙子也大了 长大 是一个正常的过程 最近 我女儿跟我说 她现在发了一些神学问题 我女儿因为经常跟她聊 晚上有时讲故事 给她听 他就有很多问题 听到说 神是无处不在 他就说 神 无处不在 他是不是在衣柜上 在衣柜上 是不是在厕所上 当然是说要在的 没理由不在 在厕所上 我在厕所上 神都看着我 很多这些问题 就出来了 你如果看着她大 是一种很开心的过程 我在教会里面 我牧养了24年 我看到弟兄姊妹从信主一路慢慢成长 是一个很开心的 但另一方面 我看到一些信了主之后 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很少到五十年 但是 有些就是 五十年不变的 他不长进 无论如何 他就是不长进 你也没什么办法 虽然你知道 他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但是因为熟灵的事物 有时很难说 希伯来书的作者 他看到这帮的读者 他就发现 很多是熟灵的婴孩 没有掌准 没有掌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力量 把神的话语推出去 当神的话语要说 要进入他的心的时候 圣经这里说 他们听不进去 即是挡住 所以他们熟灵成长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 听不进去 听不进 我不知道我们中间 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没有 神的话语 进不了你的心 如果有的话 很可能你 现在是停留了 就是一个不掌准的状态 那就要小心 熟灵的婴孩 其实如果你用 《哥林多前书》第3章 来做一个比较 你就知道 在基督里为婴孩 其实就相等于 他们是熟肉体 他们对熟灵的事物 没什么兴趣 所以他才挡 他才挡 我在香港海外神学院 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 其实大概 38年前 我相信那时候 香港 有钱的人也不太多 整体来说 都是挺窮困的 我们在神学院 也靠信心 神学院 也没什么经费 所以我们每个月 在38年前 就交了 80元的线费 80元 全部是吃落土 不是 那80元吃落土 那80元买的东西 就全部是我们 煮饭 厨房 那些东西 是学校 是学校给的 但是其实 80元 其实也没什么食物 意思是在發育的期間 我們每人只分一盒的東西 裡面什麼都吃了都不夠 所以到一個地步 我有一段時間讀書15分鐘 我就要休息15分鐘 因為讀完15分鐘後 我就天旋地轉 就頭暈眼花 冰不下去 去醫生看的時候 醫生說你憑血 憑血說不要緊 我現在給你開一種藥 你知道他給我開什麼藥嗎? 開胃藥 我就照樣吃 吃了之後就怎麼樣? 很開胃 很開胃就慘了 因為沒有錢買 那怎麼辦呢? 只得要跟媽媽拿錢 然後就買東西來吃 吃完之後 又真的好起來了 因為不開胃 胃口不佳 所以我沒有食物進去 所以裡面營養不良 當裡面營養不良的時候 你就沒有力量 這是肉身體的需要 這是肉身體的需要 第一次 其實屬靈是一樣的 如果你營養不良 胃口不佳 而到一個地步 你沒有辦法 好好去活你 你基督徒的人生 你沒有力量 我真的很希望這個世界 能夠發明一種熟靈開胃藥 如果最好就連這些秩序單一起發 每個主日 你一進來的時候 就給你一粒 然後大家一起吃了之後 三、四個小時坐在這裡聽 哇 精神溢溢的 又閉大雙眼看著講完 講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其實真的不夠 聽三、四個小時 然後還要繼續聽 如果有這種藥 你說多好呢? 好嗎? 好 幫我們的牧師很大忙 因為我們有時看到人黑眼睡 我們真是很大的挑戰 有時你怎樣大聲疾呼 怎樣用力 他仍然照睡 這個叫做人又得教訓 他又得教訓 如果有這些屬靈開胃藥 他便不會睡覺 你說得多深也好 他仍然繼續來吸收 如果有這種藥 就真的好了 好嗎? 如果好 你幫忙發明 我想挺難的 為甚麼呢? 因為我相信神創造的世界裡 因為神聖是要用功夫的 要花精神 要一分耕運一分收穫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屬靈的路上 繼續向前走 不過我自己心想 可能有一種叫做屬靈開胃的方程式 我自己想到一個方程式 其實是幫助你開胃藥 例如你現在聽到 很多時候你只是想聽一些故事 笑話、見證 我告訴你 你胃口不太好 當你一聽到一些道理 聖經的講解 神學的思想分析 你可能整個人就想忠下去 我告訴你 你的胃口不好 為甚麼呢? 你只要吃奶一樣的 很容易消化的食物 而一到乾糧 你就吃不下去 那你就胃口不佳 而胃口不佳怎麼辦呢? 我剛才說了 沒有屬靈開胃藥 不過有一個屬靈的開胃方程式 我告訴大家 前面有八個字 然後後面加一個動詞 這叫做九字真言 前面八個字是不變的 就是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如果你聽到的時候 聽不下去 你就靠著聖靈硬著頭皮聽 你聽一次是很辛苦 但你聽第二次就好一點 那就是開你的胃口 然後第三次第四次就會更加好 就是你要衝破第一次和第二次的難關 那你第三次第四次就會比較OK 一路繼續下去就會更加好 大家一起來講九字真言 大家一起來講九字真言 好嗎?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聽 所以不用看 你很多時候都避開這些 這些聖靈硬著頭皮的難關於聖靈硬著頭皮的經驗 但從今以後 我鼓勵大家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唯獨讀著頭皮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看 你看一次難 第二次就會比較容易 第三次就OK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 你就可以看一些參考書 你可以請教一下人 然後有些地方你就推一下自己 這樣就通過了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讀和看 第二 有些時候我們也上了一些神學課程 有些神學課程 打死我們也不去讀 為什麼 嘩 很深奧 很深奧 我鼓勵大家去試一下 你都未試 你怎麼知道 有時你憑你的印象 有時不一定準確 所以如果是那類的 你就要怎樣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學 去學 我相信你第一課難 第二課就沒有那麼難 你繼續慢慢 就會漸入街徑 你會記得九字真言 頭八個是怎樣的 大家一起說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聽 聽 讀 看 學 我相信 你有一天會有凸 為何這群希伯萊書的讀者 他們沒有辦法縮靈成長 仍然停留在嬰孩的地步 因為第一他們聽不進去 聽不進腦 聽不進心 所以解決的方法就是盡量盡力地去吸收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聽 學 看 讀 我相信 應該不會難倒你的 他們不單單有第一個問題 他們也有第二個問題 熟靈成長的第二個困難是甚麼呢 就是第十三和第十四節 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人意的道理 因為它是嬰孩 唯獨長大成人的才能吃乾糧 他們的心孝習練得通達 就能分辨好歹了 這裡有兩個字要大家注意 第一個就是熟練人意的道理 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練人意的道理 他沒有去學 他沒有去習練 就是下面那個習練這個字 因為他沒有去習練 所以他不熟練 他不skillful 他沒有去習練 就是exercise 所以他就不熟練 他就不skillful 頂之為如果你問我 其實對神話語的兩個基本問題 在這段經文裡面都說了 第一個就是聽不入 第二個就是活不出 他沒有辦法將他所學的東西活出來 他沒有去練習 而到一個地步他熟練 習練這個字其實就是運動場上經常用的一個字 就是要去exercise 當你去exercise 你就知道分辨很大 你就知道有些東西你能夠掌握 而很多的東西其實都在我們的頭腦裡 我們沒有去練 所以不是屬於我們 我從香港讀完神學後就去菲律賓宣教 在菲律賓我三個小孩都在菲律賓出生 一個女兒兩個兒子 你知道菲律賓其實是很熱的 所以他們到處的酒店都在不單一個游泳池 有時就在兩個三個游泳池 很多人如果給一點錢就可以去那些酒店游泳池游泳 我們弟弟的三個成長的過程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經常有時都會帶他們去游泳 有時在別人家裡也有游泳池 去這些酒店游泳池 有些地方是很淺的 有些地方比較深一點 我就是不懂游泳的 小孩小時候我就陪他們在水淺的地方 那些小孩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浸幾次就懂游泳的 不知道怎麼學 在那邊浸一下游一下游一下 他們就懂了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浸極我們也不懂 所以他們沒有多久 他們懂游泳後 他們就不會滿足於在水淺的地方 他們就會走去水深的地方 然後他們就會跟我說 爹地 過來吧 過來吧 這裡好玩 我典型的回覆就是 你們去吧 我就在上面來看他們 因為沒辦法陪他們 他們不懂游泳 都站不到在水池上 就在岸上看他們 後來就想想 其實如果繼續這樣的話 我就錯過了親子的機會 大好機會 所以我後來就想想 不如滴起心肝去學游泳 有一次看到一間旅館 有一個游泳的課程 八次 其實也不便宜 但是他有一句說話很吸引我的 就是Money Back Guarantee 如果你學不懂 就元銀奉還 這句說話 我想真的很厲害 很有吸引力 讓你會入宴 我跟另一個弟兄一起 每天早上七時到八時 雖然菲律賓很熱 但是七時下水也是很辛苦的 我就上足八堂 你們猜 我學會還是學不會呢? 學會還是學不會呢? 你們這一堂就比較 早堂那些厚度一點 早堂那些搖頭的人一大堆 看死你都是學不會的 你們這一堂就比較厚度一點 有愛心一點 我只懂得浮在水面 我可以有動作 我可以撥 我可以撥 我可以向前游 但就無法喚氣 你無法喚氣 就怎樣? 就等於不懂 可不可以去水深的地方? 不可以 因為你到那一段時間 你一定要站在那裡 你去水深的地方 就不能站在那裡 還是不懂 我又不敢告訴我的兒女 不能讓他們笑 所以就當自己不懂就算了 很想拿回一些錢 money back guarantee 但是 想著想著 臉皮又不夠厚 我怕那個人說 都是你笨 其他人都認識 是你自己學不會的 我又沒有這麼厚的臉皮去拿 所以後來也沒有拿 二十多年 後來我去到美國 我們就買了一個小小的town house 然後那個community 就有一個游水池 我當時在神學院教書 到暑假就比較沒那麼忙 我就跟我太太說 我說這個暑假 二十多年以來的夢想要學會游水 我希望這個暑假能夠學會 我就每一、三、五就去學 其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都是以前學過的 那些的道理都在那裡 只不過我現在需要怎樣 去練習 其實我在岸上我懂得游水 不是游另一種水 我在岸上我懂得游水 因為為什麼呢 手怎麼擺 怎麼呼吸 我懂得的 但是落到水裡是另一回事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嗎 其實我們很多人在教會上連日 我們很多東西都懂 你就要愛仇敵 別人得罪 你又要搖輸他 我們懂不懂說 寫 你遇到困難 遇到苦難 主耶穌要伴你同行 你不用哭得這麼淒涼 到你遇到苦難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呢 你又哭得很淒涼 什麼原因呢 頭腦的知識和實際走出來是兩回事 我們不需要再聽更多的道理 其實我們聽的道理已經很多了 很多的道理 很基本的我們都沒有做好 如果我們現在將我們聽到的 變成一個行道會 將我們所學的去實習 去操練 我發覺如果這樣 我們的靈命成長會更加神速 頂著我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今天在神的面前 到底什麼難了你屬靈的成長呢 是因為你聽不進去 你吸收的力量胃口不佳 如果是九字真言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我們就怎樣 聽、學、讀、看 如果我說我的問題是活不出來 其實也是一樣的 又是九字真言 不過後面的動詞就有些不同了 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做、走、走、走 如果有些壞習慣 就靠著聖靈硬著頭皮 怎樣? 改 這就是第二輪的學習慣 這段經文包括了這兩個很基本的問題 聽不進去就要盡量的吸收 活不出來 活不出來就要怎樣? 揭力的運用 就是這麼簡單 有一次有一個人收拾東西的時候 他就發現有一張單 原來他拿了一雙鞋去補 十年都沒有拿回來 他看著這張單就很好奇 到底補鞋的補還在哪裡? 他就照著那張單去看 補鞋的補還在哪裡? 他就問自己另一個問題 到底我這雙鞋還在哪裡? 他就滴起心肝進去問 那個人知道他十年前拿了一雙鞋來補 知道他內意後就說你等一會 他就走進去 找了一會之後他就出來了 他說下個星期來拿吧 什麼?下個星期來拿? 我的鞋在哪裡? 在這裡啦 那為什麼要下個星期來拿? 還沒補好 十年都還沒補好 過不過份? 過不過份? 大家說過不過份? 過不過份? 過份啊 頂姐妹 我奉主的名告訴你 你有時也很過份 你也很過份 為什麼? 主可能交代了一件事給你做 呼召你 你又答應了 現在到十年了 二十年了 你有沒有主交代你的事你還沒做? 就像主給了一雙鞋給你補 現在他要來拿 你跟主怎麼說? 不好意思 下個星期來拿吧 下個星期呢? 又有下個星期 其實我們今天不需要再拿什麼新的東西 我們拿回一些舊的東西 我們還沒做那些東西 還沒完成那些東西 主耶穌交託給我們 我們還沒做好那些東西 你在夏令會裡面立志要改的 你現在還沒改的 你立志要改的 你現在還沒做的 你很可能奉獻你自己 在主的面前要全職來侍奉神 十年過了 二十年過了 那你依然顧我 還覺得沒什麼 如果主耶穌今天 替你拿回一雙鞋 那你怎麼辦? 我們不需要學什麼新的東西 先把那些舊的東西 你也做好 求主幫助我們 有什麼美德 熟靈的美德要學你未學好 可能是信心 可能是饒書 可能是忍耐 可能是謙卑 可能是十一奉獻 可能是侍奉 總之你今天想定一件 你最難也很久都學不好 你今天就想定那件 有什麼壞習慣你沒有改的 你也答應了神要改 到現在都不能改 那你認定一件 今晚在神的面前說 神啊我現在的起心肝 我要學好 我要改好 又有什麼 可能是主託付給你 到現在你都未做 你說神啊 我今天聽到你的聲音 我願意將那個未做好的來做 求主幫助你 讓你的生命可以擺脫了這些難所 然後突破 然後可以在場高峰 我們低調一切揭露 我們請詩琴和我們彈 靜姦的那一首 就是 《復興聖結》 我們有一個安靜在主的面前 大概一分鐘的時間 你自己和主有一段安靜交通的時候 有什麼美德你要學 你還沒學好 有什麼壞習慣你要改 你還沒改好 主有什麼託付給你 你還沒做好 你求主幫助你 叫 dir Biz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天父 我们求祢 给我们有行你的度的力量 我们不需要再多一些的知识 我们需要主 给我们有力量 天父 如果我们是停滞不前 我们属灵的生命 一直就像婴孩一样不长大 求主今天再用祢的话语来提醒我们 帮助我们 让我们听得尽去 也走得出来 让我们有主祢圣灵的光照和加力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帮助我们开始荣lic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